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欣 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高欣 今天很荣幸能够携手我们最强的人工智能 一起为大家做辅助讲解 咱们今天的这场比赛应该是维甲 2019维甲的最后一个阶段了 也算是收官之战 那咱们先整体的回顾一下2019维甲联赛 滔生古浪雨 东锦寺春华 不经意间又到了年终岁末洗淫硕果之际 中国奇谈年度胜势 2019华为首期杯中国围棲甲联赛总决赛 在福建厦门拉开了战目 相比网界 今年的联赛在赛制上进行了大幅调整 除了取消外援线之外 还将整个联赛分为常规赛和季后赛两个部分 在常规赛阶段 16支队伍经过15轮单循环赛后 根据积分划分区域 还在前8名的队伍进入争冠组 还在后8名的队伍进入保级组 15轮的常规赛 每轮都是技术 战术 心理 耐力 以及运气的综合竞技 为了进入争冠区 主客队都卯足了尽全力以赴 进入季后赛 竞争变得愈发残酷 每一轮比赛的胜负 都直接关系到队伍的命运 是继续前行 还是身陷保级 惊喜与遗憾并存 黑马与冷门不断 已经征战维甲19个年头的中信北京队 坐拥陈耀叶 陀加西 两位世界冠军 并曾摘得2019年维甲桂冠 今年在常规赛上 中信北京队一度位居联赛积分榜第6位 但进入常规赛最后一轮时 不敌佳佳食品天津队 直接跌进保级组 在后续的保级战上 也是发挥失常 接连败北 最终遗憾降级 爆出联赛最大冷门 反观常规赛垫底的天津四舰队 合理分析运用赛制的规则 在降级组第三轮中 惊险地战胜了今年的升班马 深圳正方元队逆袭成功 争冠区这边 即将在厦门进行的 维甲2019年度总决赛 曾经三度夺冠的苏博尔杭州队 在半决赛战胜由敏玉婷里前的 未免冠军江苏队之后 再次闯入总决赛 完美演绎王者归来的好戏 而龙原名城杭州队 这支赛季之初 仅给自己地价保级任务的队伍 由小将丁浩六段领衔 本赛季谱写了一曲黑马传奇 常规赛阶段 龙原名城杭州队 一度高居16支维甲连队的刺席 季后赛阶段士气高涨 欲战欲勇 半决赛面对由柯杰领衔的 实力强大的国旅联合厦门队 丁浩顶住巨大的压力 击败七冠王柯杰 赢得了关键的主将战 最终带领队伍历史性的杀入了决赛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 顶级围棋赛事之一 中国维甲连赛 至今已经走过了21个春秋 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 中国维甲连赛正在借助科技的力量 赋予这项传统赛事新的内涵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也在增加赛事直播场次的基础上 对于内容形式做了新的尝试 加入了人工智能环节 并且邀请职业围棋高手 参与解析与判断 给广大围棋爱好者 带来更清晰的观看模式 竞技比赛就是残酷的 就会有诸多的不确定 但这也正是围棋的魅力所在 最后的决战局即将到来 让我们一起静候 2019年度冠军的出炉吧 通过刚才前方的小片 咱们也能了解到 其实今年的维甲连赛 进行了一些的改革 就比如说前八名 咱们这个继前赛应该算是常规赛 这个算是一个单循环 然后前八名是争冠 后八名是保级 所以咱们今天来到厦门的队伍 其实只有六支 是前六名的队伍 我是连赛是99年开始的 我从99年开始参加到现在 陈寅是第一年来参加 对 我是维甲新军 但是我跟你是一样的 同样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因为以前常规赛就结束了 这是现在今天我们早上的现场画面 对 这是联校 两支杭州队 这个是柯杰 柯杰就是代表国旅联合厦门队的 对 三四名的这个对决 好 其实在赛前啊 大家都觉得厦门队其实是蛮有希望中冠的 对对对 他们刚开始的时候 目标也应该是放在真冠上面吧 但是这个我觉得龙岩名称挺强的 回头一会儿我们再说 对 咱们这个会计比赛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 咱们先去比赛现场看一看 2019华为首级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 总决赛第一场比赛 厦门狐狸专场 国旅厦门队对彭丽瑶队 华泰证券队明玉婷的比赛 现在开始 因为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啊 这个黑白棋是提前定好的 对 一般主队会把快棋的位置放在第三台上面 就是黑棋的这个位置上面 对 就第三台 对 陈寅今年你也全程参与了这个维甲了 也知道维甲的不容易了 是啊 真的是全年真的是惊心动魄 我很能体会你最后一场的这个点球大战时的这个感觉 尤其是最后一场 我指的是 是 因为我们对手 主将输了 太强了 主要是其实常规赛下完之后 我们这个排名的这个位置 我觉得非常的不理想 其实我们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 就常规赛最后一场 我们也是来到了厦门 对阵的是国旅联合厦门 对 怎么样你们成绩 我们当时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 其实后边只要是摸到一盘 就你们拿一分就选 对 我们常规赛的位置就相当的理想 结果竟然一胜之后三连败 就是一分都没拿着 对 所以到了 等于是你们常规赛是第十五名 对 那个位置太不理想了 我们只要稍微的好一点 我们排名十四 十三 这个位置有一句成语 叫破釜沉舟 对啊 真的是背水一战 是 反而激发了 而且你想北京队 这个一路到了你们这里 他们的士气也受到了影响 说不定也不一定是坏事 我觉得 对 北京队是2017年的冠军吗 是 现在确实啊 这个围甲的就是这个形式 跟我们的人工智能一样 就变化莫测 对 很有可能是你今年拿了冠军 第二年你就要苦苦地去保级了 甚至于降级都有可能 以前杭州队也有过这情况 几乎是原班人马 第一年拿了冠军 第二年降级 是啊 所以说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竞争 真的是非常的激烈 这个刚说人工智能 这个现在这个这样的布局 是典型的人工智能式的布局 是啊 一上来就开始点三三 而且是你点完我了三三我点你的 这个现在好像四个新位的布局也不太多件了 一般情况下呢 有一方总是愿意走一个小木 小木啊 以防这个大家点来点去这个三三 那么现在这个地方白棋稍稍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啊 对 黑棋是还是长 其实我看到米玉亭啊 这在比赛我特别期待他能下出他的米式飞刀 但我觉得他最近怎么用的少了他这个飞刀 米式飞刀被人研究的比较透彻 被破解吗 破解谈不上 这个米式飞刀确实非常的复杂 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的话呢 尤其是这个在央视的舞台上面 不太愿意轻易的下动 太复杂了 有一方容易下崩掉 是 但是米玉亭这作为他的独门绝学 他应该把他发扬光大 以前呢像我们 因为在没有人工智能的时候呢 完全是靠研究 现在呢你只要有了人工智能做辅助 其实很多变化你是可以了解到的 所以说没有太多的秘密现在 现在像两位气球下出这个变化来 我们照我们以前的理解呢 就是白棋这一边黑棋这一边 谁站在中间点 谁就是最有力的 但是现在你看白棋他也不往中间走 他就走在一个 留给你一个拆边的这个位置 而且黑棋还不拆 黑棋还不拆 对 黑棋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这样的一些内容的 就是 他以后这个角上 他留意需要了很多的变化 比如说二路搬一个这样 对 搬一个再跨一个 所以他也不怕白棋拆 现在呢 黑棋这个挂脚 就是之前这个挂脚啊 他也是AI的这种应对 就是他现在就不怕双飞燕了 已经 以前我们学习的时候说 挂脚最好要硬 不然被双飞燕一下 这个很难受 对 现在对 现在对付 新卫挂脚不硬呢 更多的采取点三三 实地为王 现在啊 就像现在的这个商场上 叫现金为王 这个意思 是 那估计这个地方 肯定要搬毡 要下成这个形状 这也是有套路的 搬毡完了之后 对 白棋是 白棋是爬一下 哦 白棋是不是也有拖鲜的 或者拖鲜 对 如果要走的话呢 一爬 比这个情况下 可能拖鲜的概率比较大 嗯 还保留上边的这个拐呢 拖鲜完了之后 是不是会再点一个三三 这个不清楚啊 如果正常情况下 就爬一个 是有可能 再逼过来 哦 爬一个 那么黑棋是 黑棋长还跳 他长 他逼过来 然后 逼过来 我就 拐一个是吗 拐一个之后 他走跳一个 拐一个 这个黑棋会不会有点弱 或者飞一个也有可能 是啊 所以黑棋也可以在这里面 选择这个 轻一点的下反 我觉得这个黑棋 这个有点重 因为这个跟这边有点关系 所以我觉得 他们可能不会下了那么重吧 现在实战 他们搬毡是肯定是要搬毡的 这个棋 对 这搬毡完下一手 接下来看白棋这边怎么走吧 我觉得不太希望把方向引到这边来 嗯 或者是直接再点一个33 反正空着的脚 我觉得把33点了也没毛病 对 这个33点完之后 前面说到这个地方啊 就是白棋如果 不管怎么过来的话 黑棋可以搬这个 对 然后他只有挡 然后再 跨下来 然后跨下来 这样 黑棋呢 可以把 把方向引到这边去 嗯 以前呢 我们一直认为 这个黑棋 不管怎么怎么 他一点往这一挡 黑棋的方向 永远是在这边的 是 但是呢 白棋这个小飞的位置上面 黑棋以后留下了很多的变化 嗯 他 果然 果然点脚了 对 这个棋 感觉上因为这边有个子 他不太愿意在这边 动手 嗯 档上 然后再爬过来 嗯 这回 是不是要选择 搬了连搬了 搬了连搬 也是一种下法 嗯 就看黑棋 觉得这边 紧不紧迫 如果他要紧迫了 抢先手 现在就单长一个 现在长一个很普遍 我觉得这个下法 哦 那长一个 我是不是也跳出来 以前你说了米诗飞刀 就是飞这个 对 这一飞 这个变化就复杂了 然后一拖 必须要搬下去 对 然后再一顶 这一段 这个半盘下完了 以前我记得 我们在学这个定式的时候呢 是 大鞋和村镇腰刀 很容易就是 一个定式下完 就是四分之一的 四分之一脚了 脚就没有了 嗯 好的 我们来看啊 他长这个 已经长了 嗯 然后 走的是这个 走完这个之后呢 我觉得 现在这个点是 人工智能比较 推荐的点 那么接下来 黑旗在这地方怎么定型 也可以来看一下 估计是不是还是 就是搬了 靠下来 没有 他走这个了 脱鲜啊 那这个地方 如果被白旗再走一个的话 那这三个子 是不是处理起来 就没那么轻松了 他以后就是这样的 你只要来供我的话呢 我就一搬 一虎 打上去 他有个这个 然后局部呢 他这个地方靠 他不一定马上搬火 搬完一个 那我就搬起来 对 他连搬 我这个地方 我想想 我是走这个 还是搬这个的 如果我们搞不清楚的话 回头可以去 对 问一下人工智能 是吧 他本来就是煎这个了 对 我觉得这个煎一个好大 好的 那如果 这个时候可以 问一下高薪 对 看看这个局部 黑旗最佳的定型 是什么样子的 好 看看人工智能 推荐在哪里 那咱们有请高薪 给我们摆出 决议参考图 好的 我们现在看到 决议的变化图是 推荐黑旗 靠完几一个 然后 大概形成一个 他就靠了 对 断续 一个简明的处理方法 然后这样的话 下到十 好可行 胜率是白旗 51.2 好 它是靠了几 然后粘上 然后搬 咱们把这个变化图 走这个 走这个 然后再搬下去 对 本来我是单连搬的 沾上 然后打吃 然后它再搬了 长出来 搬了长出来 它就这样 把这个处理好 因为黑旗在这一带 已经脱了好几手鲜了 但是前面高薪告诉我们 这么下去的话 这个白旗胜率 是51% 那就跟初始胜率 差不多太多 对 也就是他们 双方对于这个布局 都有过 都有过研究 都有过研究 但是我不知道 实战他们会不会 像成这个样子 靠一个有可能 然后下一手 它到底是 好像几何连搬的 第一感是连搬 人工智能 为什么没有推荐连搬 这个回头 是不是担心这里边 白旗会有其他的下法 就像你刚才说了 会不会这种打出去 打出去它冲呢 好 来来 都这个 对 它冲 冲你就挡住 这个必须得挡住 然后你要搬这个 是这样吗 这四个字有点危险 因为你就断是后手 对 这肯定不能断 这个字它很轻 它只要保证 这个字不死 你这五个字 太危险了 这个时候 那这个地方是必须要粘吗 不能low是吧 可以low 我记得好像说 这个low好像稍微 就打湿一个 那么这个被打了 粘上黑旗的旗型 不怎么样 我觉得 对 如果粘上还可以点一下 你只能虎这个 那这个被我点一下 或者说我打了 把这拔掉 这样的 感觉上不太舒服 这期 对 那看来这个连斑被白鞋 这一打有点难受 所以 人工只能推荐 我们这个时候呢 要先挤一个 要确保这个地方的 联络上的安全 实战就已经下成这样了 是吧 实战它就是挤了 哦 他们这个下得 还很快啊 速度 我们快鞋呢 是每方三十秒 保留十次一分钟的读秒 搬这个 他们是这样继续下去了 然后长 然后跟着贴 这个贴是比较重要的一手鞋 就是这个时候是考验黑鞋 敢不敢 对 敢不敢搬这个 这个搬看上去 是有点风险的 对 我觉得这个白鞋这两边 应该还挺结实的 然后黑鞋中间这一块 明显有个段嘛 对啊 是不是 那么黑鞋之所以要搬这个呢 它是要强调你这个地方的一个弱点 这有个断点 对 这有个断点 它一定要把你两子头嘛 以前我们经常说一定要搬它 彭丽瑶也是下得很积极啊 白鞋断掉 断这个 然后黑鞋一长 黑鞋长之后 这个地方是必须要补鞋的 如果说你缓一手鞋 被它一打吃 对 不能这样缓 背着一断 这个鞋就 难以兼顾了这个地方 但是我有没有可能这样呢 这样也很危险 我打吃一下 你这个地方必须得是决限才行 然后我再断这个 那有没有可能 很好 是不是有点俗 这个下巴 很直接 你的下巴 不是 下巴是不是有点俗 有点危险 就是你确实可以把它这几个子吃掉 但不便宜是吧 但是它被它一拐 你就特别难受 你这个鞋呢 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是被它冲下去了 对 如果这时候你能挡住 那倒还行 如果你只能是这样下 被它这拐一下 然后再冲下去 然后吃了都不便宜 对 所以我们的鞋友 千万不要犯贪吃 不要贪吃 对 那我这个图就被淘汰了 这个图我相信 很多鞋友可能也是想着 我吃掉这么几颗 是不是便宜的 我相信 对于他们来说 脑子里一晃而过 我估计 正常情况要补这个 然后呢 或者是积极点挑这个 大概是这样 实战是虎了一个 虎一个 这个没有打掉 这个一定要 保留着 没劫财 劫财 在人工智能里面 他们就特别喜欢 把这种鞋走掉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它就缩小变化 他们都是 那接下来 黑气这地方怎么出头 是个问题 最直观的就是这么打出去 但是一般来讲 跳一个好像比较含蓄 比较职业 手法 就跳一个 对 也肯定也有 一个叫倒推车吗 不是 这个就是它 怎么判断 这个出去之后呢 关键它头出不去 这一路过去之后 白气还是把它封进去的 那么自己仍然是要 我觉得 陈寅的这个跳是可以推荐的 先把自己的行走正 走好 对 眼位也好 你看 这个 这个它有这个担心 坚住了 对 怕被封住 这个其他如果走这个 倒没问题 靠断啊 有没有可能 你说靠断哪个 顶了断 对 然后又描着这个 有没有可能作战 有 这个长是先说 十 是的 那它这个紫 是不是不要了 它就沾上 这样是不是 黑气也还好啊 我立一个 打了档上 立一个 比较复杂我觉得 它一长 不能立 能看得清这样的变化吗 然后它跳 再跳 然后把你搬住 有点紧张吧 这期 对 万一不小心 这三个字死了 那可就 那就没法下了 太大了 这期 对啊 所以说这个 对于职业区来说 它要考虑的事情太多 但是他们这项的顶尖高手 不是计算都特别快 现在就走成这样了 陈寅 正在朝着我们这个 紧张的这个方向在发展 那都靠了 它也没退路了吧 是不是 确实 刚才啊 这个打了推过去 对于职业区来说 是觉得很俗 不能忍 我觉得 对 看着不像好奇 但是现在问题就来了 你能看得清吗 这期 这种可能 如果我们那时候学期 是被罚站的 这期倒推车 怎么能下呢 很有分离说 所以不敢有这个想法 当年我们被罚站的期 现在看来 绝大部分都是好奇 点三三这种 就是一挂脚一尖顶 老师就一尖顶 这尖顶什么期啊这是 对 当年老师说这种话的期 现在看来 基本上都是好奇 是 这个尖顶我们说 让九个水平 所以这个很遗憾 我们跟诚意搭档讲期 也不知道多少年了 这个 也讲过不知道 多少这种话了 很抱歉地跟齐 我们说这个误导了 大家很多年 不能回看 不能回看 我们当年讲的期 全都来误导大家 是 是 这个地方真的是这样顶了 断了是吧 嗯 他没有 他是扳这个 他不能断这个 他不敢断 断的话 刚才我还不够狠 陈一 我应该尝一下 然后再沾上 哦 我连这个打尸的机会 都不给你 对 因为其实我都想断的话 我其实也没有想过 从那边打了再退缩回来 这个地方 如果这样是不是 好像也有点委屈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倒不如当初 这么打几下出去 倒也爽快 这期 现在的问题是 他肯定在想 你有没有这个 断的这个可能性 没有哦 他没有斑 他从这边打 这个打尸 断这个 嗯 那他不是也只有打尸 嗯 然后再提掉 然后他这时候可以断了吧 这时候可以断 是的 但是你这个地方 是先欠着一个 我一跳 我常先手 我打 打 我这个地方以后一打吃 除非你能打吃这个啊 除非你能打 我吃完这个贴这个 打吃 这期 这期挺刺激的 一会儿 如果 拐 差不多就要像这样 是啊 我们把这个提掉之后 我可以考虑 再看看这个人工 人工智能对这个地方 是怎么来判断的 是 那是不是咱们这个变化又这么复杂 嗯 这时候咱们请人工智能助手 高星给咱们摆几个变化图 看看决议他推荐 都是 这个打拔就肯定的 接下来怎么办 好 咱们有请高星 哎 好的 就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黑骑士选择了一个比较激烈的下法 就是打了把白骑断开 然后 嗯 这个地方就是大概会形成一个转换吧 就是白骑把中间这个子提掉 然后黑骑吃掉下面的一颗白子 这样就局部来说就安定了 但是我们看到决议给出的胜率是 白骑有67.5 可以说白骑在这个局部应该是得分了 好 在这个局部啊 这样黑骑看来还是吃亏了 但是 因为胜率增高了嘛 从这边的51到现在的67.5 这个白骑下的比较简单 它就是一打吃一跳就行 是 我前面还是单跳一个 单跳一个 看来 人工智能觉得这两个子啊 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奇经 就是一打吃一打吃走这个 不行它可以气 对 那肯定是黑骑在这个过程中 还是出了问题手 就是 你非常职业的这一条 他可能没有注意别人这一小肩 对 这一小肩是好奇 这个很严厉 嗯 这一小肩把它封进去的时候 它稍稍的有点不太好办 这个米玉亭的感觉是挺敏锐的 我觉得 对啊 就像是这种 我觉得是 很人工智能的想法吧 嗯 现在的骑手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研究 还是非常多的 对 陈寅你现在有没有 以前应该经常给这个 爱好者讲旗 是啊 现在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吗 这个 不同的地方太多了 啊 就是 首先爱好者经常他摆一个什么 什么旗 或者他自己下一个旗 就是经常都会告诉你 这是人工智能怎么怎么讲的 好 所以不容易能给他们讲旗 都得自己 也想着先去查一下 千万别跟这个人工智能说反了 没错 现在我这个 以前也是这样啊 就是以前我经常讲旗的这些人呢 现在再跟他讲旗 就是我告诉他 我觉得这期应该这么下这么下 对 然后人家会拿 然后人家就 比较为难的表情看着我 然后我告诉他 这是人工智能说的 哦 这旗有道理 还有的 这个旗有啊 基本上说 哎 刘老师来来来 你给我讲讲这个变化 然后我发现 整个都是他在讲 给我讲旗 我完全插不上话来 这个 对 现在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 给我们带来非常全新的感受 我觉得啊 是啊 好 我们来看旗 这个旗 我觉得米玉婷 他实在没有准备 哦 他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就是我这个地方 还没那么简单 嗯 啊 那么 走这个 那这个肯定先尝一个 都说这个 哪怕你是要死的字 你也多尝一个 总好 难道黑旗会走这个吗 黑旗是 黑旗这样走 是不是也是只能弃掉了 那不是比刚才更好吗 是啊 确实有这个问题 难道 这个旗它是怕粘在这个 粘在这个地方吗 应该也不怕 粘这个 虽然被打成一团饼 但是 这个地方 对啊 也很危险 这个 白旗能不能长 不能长 我就立一个也可以 立一个 你冲我就退一个 这个地方是安全的 对 你还得后手去补一个 那么 黑旗就看黑旗这旗 能不能 能不能走这个了 贴这个 看上去 好像黑的 黑的这个局部 有点悬 我觉得白旗 对啊 即便白旗这三个子死了 把它都包上 我觉得白旗 那你要小心 跟它立一个 你把它包上是可以的 但是呢 你不能靠这个 你不能说 让我把这个打成饼 再走这个 我应该走这个 陈寅发现了 发现了好的招法 那我走这个呢 你是不是可以大头鬼啊 如果我打掉的话 这旗有没有大头鬼 这个旗就真的复杂了 我如果走这个的话 然后再粘上 你如果收紧我 我这还有个段 这吃起的时候 一定得注意自己的问题 对 你走这我就搬出来了 搬出来了刘老师 又把我这吃了是吧 对啊 你有没有可能啊 对 你这个改的变化 都是异常的凶猛 所以我就说复杂了 是啊 我觉得这足两个 这一度过 这块不是 然后往这一尝 你要注意啊 这被我一打吃 这个我拐呀 都是先手 我压也是先手 我不是打了可以吃吗 对 你打不打掉这下 我不打 你不打掉 那我小尖 小尖 然后你得立 你得靠这个 对 然后呢 我这个扳一下 哇 这个 我觉得 是挺复杂的 但是我觉得白旗 还蛮有战斗力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旗愿不愿意 走成这样 也是个问题 嗯 他始终不太愿意 打这一下 就是让你这个地方 打紧了 对 这以后 这个打这个形状 很难看 但是如果实用也行啊 现在咱们不是强调 是实用吗 他就得看得清 就是说我打完这个之后 你这个地方 一定得我把你吃掉 对 要不然的话 他这下是千万不能打 那现在我看到 他已经打了挡了 哪个 这个 他已经打了挡了 挡这个 挡这个之后 问题是 问题是交给白旗的 其实 有的时候我看AI 看这个人工智能的 这个 变化 他怎么想弃了 有的时候特别奇调 我觉得 动不动 就是本来 看着好像是 他要去吃别人的时候 他突然又弃死了 是啊 我刚才好像注意到 是弃死了 咱是不是这个地方 让高兴 给咱们摆个图 其实我觉得 刚才那扳一个 白旗也挺有望的 挺善战 这个典型的 就属于什么的 属于这个 我们白旗的人 不负责任 可以绑往最后的 好的 我们让高兴来 给我们摆一下 这个人工智能 在这一代 是怎么样推荐 好的 我们有请高兴 好的 就是刚才那个 两位老师讲到的 这个白旗 如果现在搬一手的话 会大概形成 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我们看到 决议的选择 是觉得白旗 这个局部作战 是不太有利的 所以他还是选择棄子 那这样的话 胜率是51.9% 那这样的话 倒是降了胜率了 那看来 这个肯定不行 但是我刚才好像看到 是不是白旗 又摆了一个例子 他这个 陈寅 他这个摆的变化 就完全没有考虑到 你刚才说的 大头鬼的这个问题 对 他都不利 他就直接气了 根本就直接忽略掉 你这个变化了 你这个实在是 风险太大 那看来是不行的 所以就被他给淘汰了 所以这个地方 人工智能推荐 就是还是白旗 气子 那么 那不管怎么说 黑旗这个挡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是 如果挡在这里 那就不行了 利还有这个 如果您挡这个 我又没有可能跳这 是 当然有 这个问题是 你这个地方被我出去之后 我这块其实是火起 然后尝 然后你再冲 我不是还可以再尝一个 仍然是有比较大的风 你尝这个 对啊 被我冲出去了 你不挡我是吧 我就 那我煎这个 你吃不掉我这块 我这块其实是火起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你让我出去 然后把我这吃了 那当然没有问题 现在问题是 你吃不掉我这个 所以这个起白旗 往里去 一定要千万千万小心 我觉得 对 应该是没必要 因为刚才我们听着 这个都已经 白旗都67%了 67 它的换算成目数的话 大概也就是排便 三目左右 它是 领先优势并没有那么大 它是已经下了 拐 利 然后打吃 陈寅 他敏玉琴走的路线 就是你的路线 是 小米 他不想气 小米 暴力路线也是 对啊 想一棍子 就把彭丽瑶给击存了 这个棋 这个棋就刺激了 因为他把这下卖掉了 对啊 你沾上 看看双方的计算吧 这个地方呢 它始终有一个这个问题 它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背景一飞点 然后一般这儿应该气就不够了 你说了没错啊 所以它走这个 哇 它现在就是这样 冲了它 对 对 然后再冲 实在不行就退一个 如果看了清可以走这个 退了度过 这回您这块黑棋活不了了呀 这就吓出一盘大棋来了 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它走这个 然后呢 你去吃它 对 两位亲手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咱们先 先夸夸他们两个 知道了有那么多观众 看他们下棋 下的就是刺激 这棋 有可能这块棋气了 然后呢 它搬一个 对啊 然后把这个卷了 变化就非常的复杂了 但我如果是真是转换的话 我还是喜欢白棋 我觉得这块吃的大 嗯 这个有 就是眼见的利益 那个呢还没死 主要是 对 现在它是虎在这 那我觉得这个 应该下了这个虎之后 是不是 胜率能提高了 这个棋 黑棋还可以走这个呢 走这个 白棋只能走这个 如果要 要 封外面的话 它不能走下面 它可以拖一下 拖两个是先手 可以长口气 粘上 只能粘上 只能粘上 因为这拐式先手 你只能粘上 然后我一拐 走这个 你就算粘上 一气也长了呀 粘上就行吗 走这个 对 还有这招 那这个白棋 风险挺大呀 我觉得 对 如果这个再气的话 这个木树 亏好多 然后这还被 粘到 对 这被粘上了 这个粘上 有点受不了 所以它只能挡这个 小米这个 挡这个 这不还是有冲吗 是不是还有冲 冲退再冲 难道这样 白棋行吗 这棋 这不还是有冲吗 那它还会 回过头来 它还可以 跟这啥气 白棋这个地方 局部是不死的 白棋以后这一顶 是不是 局部黑棋 是杀不过白棋的 走着它粘上 好像真是 你得粘上这个嘛 你做眼 做眼 然后我提掉 你再点这个 这个好像 黑棋也不太行 走这个 双火 挺乱的 确实挺乱的 乱乱乱乱 在快棋中 下这么复杂的变化 好看 那这冲 冲出来 然后挡上 因为今天这个棋 相对来说 比正常的 开始时间晚一点 因为有转播的要求 对 它的队友的棋 它基本上 都能够了解到了 以前 下快棋的时候 比较有压力的是 你这排棋是最先结束的 虽然说是快棋 但是你这盘数 也影响到全队的士气 所以说就要下得谨慎一点 因为这盘棋 已经不是第一盘结束 所以下得暴力一点 也不关心 不过我觉得小米 它本来就是特别擅长 局部计算的 对 它战斗力特别强 这还没打呢 走成这样 走成这样以后 如果这个局部 不可能黑鸡被吃掉 黑鸡被吃掉 那这个 应该是个双火 我觉得 如果它打吃掉 这个应该打吃掉的吧 对 它顶一个 如果沾上 但是这个地方我感觉 双火 它使出这种 点一下这样的棋 这个你只能缩了 不然的话 咱们提就火了 你缩一个 我 拿我走这个 只能粘上吧 团一下 团一下便宜 团一下是你的 是你的没问题 那就粘上了 然后我这棋 先立一下 我也立 好的 那么被我 这一扒 被我一扒 这个棋 这个气长太多了 这不是长气的问题 你这个地方 还不好 不好走 你得拐一下 但是这个棋 先点脑总不亏 好像也是一个 双火吧 这黑鸡不能死 黑鸡死就没法下了 这棋 这时候我觉得 他们得把保留时间 都得用完了 对 用两次 对 要看看清 不然根本就算不清 点了 点一下肯定不会 点它确实只能走这个 它如果不走这个的话 被我一顶 这地方有个眼 对 所以这个小米 我觉得它这个 擅长直线作战 特别擅长 但彭尼瑶 彭尼瑶力量也蛮大的 现在的棋手 这个核心的力量 都不会有问题 就是 但是 发力的这个点在哪里 这个地方白鸡 如果万一走不好 外面这一背一长 也挺难下的 对 它有一长 长完如果一走这个 当然我建议在这个 我双火前提下 你可能不进挡了 你还可以挡这个呢 我靠出去 这个地方拐先手 所以这个地方 黑棋还得 白棋还得下好了 至少要来一个 先手双火 不然被这一场很痛苦 不都说年轻的计算好一点吗 彭尼瑶要比米宇廷 大四岁 大四岁 这个总是感觉 好像尤其是快棋 在短时间内计算 越年轻越占便宜 相信年轻人一点 是这样吗 顶这个 我们要不 一会儿偷个懒 让看看 决议怎么给我们 判断这里面的死活 这种种计算不清楚的 我们就找人工智能 求助于人工智能 那让高星给我们 摆摆人工智能的参考图 好的 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局部形成了一个 非常复杂的揪斗 可以说 这个局部 可能会决定 就是整盘棋的一个 胜负的关键处了 然后决议给出的图呢 它是觉得 白棋是没有办法 禁止掉黑棋的 因为从它的胜率 我们就可以看到 白棋从 最高的时候是67% 然后到达了 现在的28% 现在这样的话 白棋只有28% 那这个对杀 就是白棋不成立 所以也不是不成立 就是说 没占到便宜 就还不如气点 对 吃了大亏了 那也正常嘛 快棋里边 也就是一念之间 吃和气就是一念之间 其实看上去都差不多 这棋要乍一看 白棋应该是有利的 那肯定还是就是 整体的思路上出了问题 掉了40个点 掉了40个点 从优势就变成劣势了 是 67到28 这将近40 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刚才说的 这棋怎么 双火 很重要 这棋 万一被黑棋 这边先动手 那这个棋 就不好收拾了 这棋 对 其实所以我们就看出来 一个战役 在你发起之前 这个思路是非常重要的 规划要做好 对啊 往往就是 一步棋我没下好 我可能还跌不到40个点 但是你一个战役没打好 这半棋可能马上就要输了 所以好的 我们就看下去吧 这个棋 那看看他们 他顶在这里 黑棋一虎 彭丽瑶能不能顶住 米玉亭的这个一招 胜似一招的进攻 但是黑棋是不是也能下出 最佳的变化 我们也不知道 对啊 是 因为毕竟是快棋 30秒一步 其实对于棋手来讲 这个计算还是蛮考验的 失误也是经常的 最容易出现就是我们 刚才看到就是 它杀和气之间 难以抉择 这个判断和选择是最难的 现在按照它的理论 是要点这个 然后点这个是吧 或者是拱掉这下 再点这个 这样 提掉 从这个 这样不能这么下 白棋拐呢 那是双活吗 我只要打到这一下 是不是双活也差不多 黑棋 我拐这一下 跟你打这个有什么关系 跟你打这个有什么关系 我沾上 我先打一下 我不是尝气了吗 没有杀气的问题了 我有眼杀你了 对哦 你补这个我就沾上了 对 眼没了 没眼了 对 所以它不能这么下 它得先立一下 或者提一个 就是这样双活 不对 刚才您拐到那儿 我还可以铺这个 铺这个 对 还有个铺 对啊 我还可以铺这个 这是 还有柳暗花明的一首 是啊 不能把那个打掉 它是不是 现在如果有这个铺的话 那局部就更复杂了 是啊 这个实在是 太混乱了 一场战斗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还原 现在是 现在这个局面是这样的 对 很多时候看见手段不难 白希就直接贴出去了 你看 陈宜 他连这里都不走棋了 不走棋 我觉得肯定是有问题的 他那意思是 这里边已经双活了 已经下不好了 贴出去 让黑棋来下 这个下不好不下 对 这不是也是我们经常教导 对位企有的 这个好像用的地方 用的地方有点问题 我觉得 这个彭丽瑶 在那挠头 这有点不太会了 本来在想着 这个白希走 他走什么的时候 突然发现白希不走了 对啊 这个举腰贯托他不走了 这个我觉得 估计会再降点点吧 这个地方也不能轻易被吃掉 就我们前面说气 那是这么气下来 现在这么一块被吃掉 肯定是不行的 但这怎么 小米还不觉得这个地方 他的意思就是 你这棋你也 让你下你也下不好 你也不好吃我 他可能觉得下不下 你可能都得靠那个结 会吗 是这个意思 现在黑棋倒也挺纠结 二头 二八 团一下 团一下之后 他该走什么呢 他如果是 两边任何一个爬 他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他是这样 如果啊 拿一个 他就挡住 对 就是一旦 白希要跟这块杀气 就是这块我杀不过你 我跟这块杀气 他在这边可以 走这个 完了之后一加 就有可能 就都度过了 这个地方白棋还不太好 吃黑棋 我觉得我都活了 我要如果直接 刚才我拐 我跳一个也活了吧 跳一个也可以 对 你也不敢冲 我冲呢 出我度过 那我走这个呢 弯得过吗 有点危险 走这个拐一个吧 这样比较好一点 如果走这个的话呢 他似乎走一个这个 看一下 还挺 要拐回来 对 拐回来 他走这个 然后他一路打出去 走这个 走这个 还不行 对 不行 所以 这个地方他还要 所以他走这个 也是有道理的 他就是 他就是让你这边 没有接用 先把你这块杀给走 刘老师 我还有一种 卖肉的下法 换这个 挺好 挺好 我还有一种 这个下法 不不不 这个好奇 是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这个地方 被我走成这样 我都搬过了 你不能把这个给卖了 不能把主体卖了 是是是 反正我想着 您吃这个 我可以把这两个卖了 对对对 把这两个 把这两个送的 这个挺好的 这还有个班 各种各样复杂的变化 这个棋 我觉得对于大多数起油来说 这个 就站在我的角度一样 大家这个欣赏 对 本身确实看到了 这里边 有很多很多 黑棋可以下的棋 包括这个跳啊 那边铺啊 有这么多好的手段 但是怎么能给它 组合起来 对 或者我应该选择 哪个是正确的 这个都挺难的 诚意你看啊 他把你这个铺给 卖了 卖了 他先打吃 他就做好 直接收器的准备了 对 这个也倒好 让我们减少一个 减少点工作量 猜测 如果有这个铺的话 那我们 我觉得这个贴了之后 这个地方该黑棋一下 黑棋总是 不管怎么样 总是有利的 要不我们 接着 求助下 人工智能 看看数据 好 咱们有请 人工智能助手 高新 好的 这个局部的 杀器呢 以人工智能的角度来说 是明显 黑棋是有利的 主要是外面 白棋还欠一个 就是三长的 这个缺陷 然后他现在 给出的胜率 白方只剩下了 百分之四 点四 白方只剩下 百分之四了 哎呀 那这个棋 其实一般来讲 如果是这个数据 就是大事一定 所以说这个力量 这个东西 有时候也是把双刃减 你 你不去吃别人吧 那么当然了 这个场面不够好看 或者不够过瘾 但是你吃别人 你有可能把别人吃了 你有可能自己吃大亏 是 尤其那么复杂的时候 对吧 这个贴我觉得 也降了不少点 终归 终归是你在这里 先动手好了 你这个总是要 跟人家杀一杀 我估计在这个地方 小米可能出现了误算 他现在的 他现在的 这个黑棋的意思呢 就是我这边呢 我就跟你双火 然后呢 我就利用这一个厂 他刚才这起来 他也没把这厂给 的问题解决掉 如果是不是贴在这里 或者是干脆就 吃在这儿 或者说你下这个 挡这个这样的 但是他又觉得 这上面 上面其实还好 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呢 他如果 确实被双火了之后 先动双火 不太狠 那早知道这样 他还不如就弃了算了 对 这个人这个 有时候啊 他这个劲儿倒不过来 他老是跟以前做对比 就老是忘不了过去 没办法 是啊 其实什么时候 能够赶紧踩脚刹车 赶紧这个 也算是 要不然怎么说 回头是岸的 对啊 老是回不了 是 他就老想着 我以前 这个日子过了多好 这个 所以我这个 不能比以前差 那越来越差 就是 心态 心态上的问题 我觉得 对 现在 尤其是快骑吧 对啊 这个样子了 好像 不过快骑嘛 什么事都有可能 对 虽然现在是百分之 说百分之四是吧 百分之四是比较惨的 但是 指不定后面还有别的机会 对 难讲呢 毕竟还有那么大的空间呢 是 在我们以前 这个职业骑手的比赛中 不是 胜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点多 都可能被逆转翻盘 对 所以现在他不是九十六 只要不要死大龙 对 这个 还是能够继续的 就这期还没死 再坚持坚持 走这个 他把这提掉 这应该杀不过了 杀不过了 那他就来我刚才说的这个了 他要跟你这块杀 翻这个 所以我刚才看是 加完的时候 他还要上面长一下 不是不是不是 他刚才不是这样 他刚才是单长这个 白起走这个 哦 单长他苟住 对 我刚才的问题来了 就是这个时候 加一下 是不是这期就够了 就够气了呢 走这个 走 对 这就已经可以了 那他这个时候得先铺掉 先铺掉你 然后再下去 打结双火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倒不一定 对 只要是弄出来一个结 这个其实还是 没那么简单 黑起就要长气 黑起现在单长一个 单斑一个是 单斑 你粘上不就行了吗 对 你不能粘这个 你只能长 对吧 这个地方搬一个 它只能长 它粘上 它粘上 这不是有问题了吗 刘老师 我这个粘上 你走什么 是 我们要不让 还是让人工智能 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好啊 看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好复杂 好复杂 对啊 是不是白起这种粘 是不是有点问题 那咱们有请 人工智能 好的 刚才台上两位老师说的非常对 就是这个地方 白起粘一个好像又出现了一点小的失误 然后黑起只需要简单的一粘 就局部来说就是连杀器都省略掉了 那么白起现在的胜率呢 是只剩下3.3% 是啊 这个这一粘因为你一爬我就跳过了嘛 百分之3.3跟百分之4倒是差距不太大 对那就是这手琴也没降太多点 但是这个内容上差距非常大 它为什么不能长呢 对啊 我觉得这没可能长 他还在想这个问题 尝尝他走这个 是这样的 很扑 也被吃掉了 它是这样的 你走这个 我走这个 你走这个 对但是你这个不还得收气吗 那就是这个意思 他觉得这样多一个味道 他觉得我反正也被你吃掉了 那我是当然是希望这样了 你走这个 我扑这个再走这个了 不是啊 对 对吧 我当然希望这样一下了 我当然不能希望这样被你这样提一个字 这个字提得多无趣啊 这个 就这次已经死掉了 是 那么 那么被沾之后呢 他以后还 也有啊 他不是点这个吗 他点这个 这边还可以再收点血 那边还能收回 对 所以说他顺利降了不多 对 这降了一点多 就是已经是死期了 他以后这个琴 沾到这儿 他可能觉得味道好一点 黑棋是沾这边 当然他可以搬这个 搬这个 他也不怕黑棋搬这个 搬这个不就相当于您刚才加那个 是吧 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嗯 黑棋 这有个字 对 现在这个情绪已经很不好 稳定一下情绪 10 那黑棋就是搬了 黑棋搬这个 这个搬也是 也是要命的 对啊 他敢往里长吗 20 你长他就补上呢 搬一下之后 他把这眼做起来 这留个断点啊 这期 他现在是做眼 所以你这个搬 也没搬到东西啊 搬 现在我们已经 不能这个回首往事 对 往事已经不能再回忆了 这个只能 看看 看看今后的路怎么办了 这个 这个棋死掉一块 木树上 我觉得差距越来越大 这期 这期 现在的棋啊 是 不怕别人空多 不怕 自己的棋薄 就怕自己先死一块 别人 先先死一块 这实际落后太多 这棋就比较难下了 对 不好追赶啊 嗯 而且这棋啊 你看 全局 没有什么 太大的 问题了 这个地方 他有没有拆了已经 觉得小米 今天这个 计算 肯定是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 彭丽瑶我就说了 这个也是 蛮有力量的 不可小事啊 这个 好了 这个 对 反正我听棋友们就在说 这个两个人在比赛 就是先不管两个人是谁 先问问这俩人都多大 谁大 谁大 肯定小的那个 基本上如果实力差不多 就同样一个重量级的 看好小的那个 对那肯定看好小的 是这样的是吧 现在这赛场上都是这样 我们觉得年轻的还是有优势啊 那陈寅 你们今年拉萨队 平均年龄 你有了解过吗 我们最大的是江东日 八九年的 八九年的 现在八字头的 确实算是大了 对 我们今年 我们今年这个队 还有八二年的 对对 我们今年是这样的 是 以前的上海队 一直是就是毫无争议的 平均年龄第一 今年呢 我们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年龄最大的 在我们队 年龄最小的也在我们队 王兴浩是吧 王兴浩对 这棋 虽然说 我觉得彭丽雅肯定知道 自己这棋 优势很大了 优势不小 但是这个棋仍然不能松懈 我看很多棋友下棋的时候 说哎呀 我这棋跟我说 这棋优势好大 大极了 我就随便下都赢了 最后就输掉了 那是因为你在优势的时候 那一刻还是没有绷紧 闲还是不够紧 就比如说这棋 没有连班退一个 这当然连班一个 对啊 从这边打出来 嗯 也是有一点小风险 这棋有一个好处是 它真自有力 是 它真自有力 它沾上之后 白棋必须得长 嗯 黑棋这个局部 黑棋只要把这个二路子打拔之后 它的 一 二 眼位就很平 就是余地比较大了 空间比较大了 它可以气 那三个子不行的话 它可以气掉 但是作为米玉婷来讲 形势这么不好 也只能拼一拼 争取把局面搞得越乱 搞乱吧 这个棋 这个棋 主要是 可以借力的地方太少 这个贴比较狠 这个贴就是 我要吃你这三个子啊 我得最大限度的吃 现在 黑棋 如果二路打拔 黑棋是 上面那三个不能气 还是下面这三个不能气 这三个不能气 就是右边的三个不能气 有打拔了这个不能气 那现在没事就打拔嘛 那它打拔了 这基本上就活了 因为有打拔是先手 你还得补嘛 对 当然 白棋也只能搬沾 那我这想活就很容易啊 黑棋活没问题 黑棋问题是 上面这三个要不要 是气 还是借用一下 因为刚才不都是 白棋因为没有及时的气子 导致这个变 前车之间 对啊 所以这个赶紧 赶紧 该气的就得气 是 不要犹豫 对 形势已经优势这么大 但是这个棋怎么气 我觉得棋友们也可以借鉴一下 就这个棋怎么下 其实对于很多棋友来说 如果能够掌握方法的话 还是有掌棋的含义在里面的 挡住要先挡一下 这个对 因为外边和里边的交换 你肯定不亏 所以说你先挡一下 对 然后再看 这个棋友 陈寅 他挡完之后啊 这三个字特别想要 为什么呢 因为他 如果沾上的话 他一路有个斑 他特别想虎这个 这棋友最狠的就是虎一个 虎一个 虎一个的话 因为你如果吃我的话 我这个往里这一般 我还跟你没完呢 这棋 你虎一个不怕这个 这个战斗又重新开始了吗 是啊 你这个 前面捧着一个96%的一个高胜率 所以还是先把这棋活了 没有 他这个是先手 他这棋已经活了基本上 对啊 你已经吃不了了 除非你靠在那儿可能性太小了 嗯 对 他扳上面还是先手 对 基本上就活的 以后他这棋还往上一顶 你还难受呢 他这棋要不要现在马上顶你啊 他往上一顶你这棋 是 果然它就顶了 嗯 顶是棋型啊 嗯 那白棋可能也不能再走了吧 我觉得它上面 白棋不能走了 对 白棋上面这棋充气量也就搬一下 也没有太大的 啊 尝这个 二 十 一 二 三 那就先手活了 那黑棋上面这一块是不是 简单的处理处理 就拖拖行不行 黑棋这棋 对不能要了 就尖一下也行啊 如果要气的话啊 嗯 要气的太简单了 对 就气的算了 活 我不想活了你总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 是不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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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显然是对形式比较自信 对啊 所以他这个时候吓得就越来越冷静了 嗯 一次还有三次 另一个 另一个什么意思 哇 他打吃 还有这种招的 还有这种招的 这是 这是什么 如果我挤这个 挤它肯定得粘上吗 粘上它断掉 看得清吗 他有斑啊 是 是 当然 他要斑这个 哇 呦 诶 这不会翻盘了吧 不是 黑棋是彭丽 哦 不是因为我就看这个地方怎么用 那 那 就是 血上加霜 对 血上加霜 对 血上加霜 对 是 我们是站在了朋友 前面是站在了明星家的血上加霜 这个 是 这个 那别招啊 他走这个 他走这个 这杯打吃也没办法了 对 难道这不能要了吗 二 三 四 五 这还有力 因为我一看 出来妙手了本能的时候 想着这个棋 是白棋有妙手 又不走了 这个地方 确实也没法走了 好 还长 哦 好的 果然是 嗯 那这个地方是 二 十 优势又扩大了吧 三 呃 反正 呃 反正是 呃 米玉婷是 连连遭受打击 我觉得啊 嗯 我觉得她没看见 十 其实彭丽瑶可以 再慢一点 像刚才我那个小尖先尖一下 呃 就被拖了退了 嗯 还是有点心疼我觉得 是 二 十 这地方小米肯定没看见吗 没看见 那要是看见的话 她不能这么下 有点着急了 嗯 这被一拖退 我觉得也 也还过得去 但这个地方呢 黑棋就当做我已经 你把你解决了 是 黑棋不能再补了 黑棋补就没意思了 啊 就是等到没什么事的时候 再去打湿一个 嗯 因为 刚才我们摆的那个图嘛 就是 白棋也没法下了 白棋现在是动不了了 嗯 白棋你不能上面两个字被去吃掉 对啊 那也受不了 但是这个脱退 脱退还是挺大的 三十 飞了吗 现在小米 还 这个状态我觉得肯定是用掉了 四十 两次总有了 这边这四个字也得处理啊 这边四个字嘛 他现在在想我是 怎么处理的问题 他还想要打入 这个时候的 这个时候的小米应该是 你看慌乱之中 赶紧先把这个粘掉 我估计 又读到了 这个 因为他用掉两次嘛 五十八赶紧下 这个有一个心痛的 就是这个 收器没有了 嗯 这也是黑漆 这以后 陈寅我这个粘一个是什么 二十一 处处是 危机 这个地方粘一下 会不会 带来点困扰啊 对 他要他要补一个 这地方没活黑漆 好 那现在这彭丽瑶看的门清啊 什么都看得这么清楚 没有啊 他现在走这个 所以他刚才这个粘 是不是有来早 我觉得 所以 他如果走这个啊 前面走这个 对 还是有这个 看上去好像 对 这一团被一路一点 一路一路一偷点 他这个都来不及走 解班啊什么都来不及 所以说他这个地方不活 他也没有办法 他只能在这补掉 对 那么现在这起白旗要想回来 还是没问题的 对 这个 小米也挺机敏的啊 先把那个上面脱了退 对 木树先大大的捞了一把 然后再把这个粘掉 这个地方 我可以啊 我 先打入 回头我们再 他就打入进来了 我感觉如果再稳一下的话 我还要问问高级 白旗是不是稍微 回来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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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于这个 但现在他这个打入 他这一打入又把局面 搞得复杂一点 黑旗如果盖住的话 他就横着给你顶出来 对 我就说前面啊 他在想这棋 到底是怎么来处理 小金 好的 尖一个这棋 我认为是封不住的 他一贴一搬 其实我觉得 黑旗刚才挺优势的 白旗这个粘是不是 黑旗这个粘 黑旗这个粘 我觉得有可能是 被白旗 找到了机会了 找到了机会了 对对对 他刚才应该先稳住 咦 那我那个翻盘了的话 翻盘了可能就是 说的是 对就说的对 你说的好 好了我们要不 还是求助一下 人工智能吧 好的 看看现在白旗是不是 有点转机了 好的 好的 我们看到 现在的这个局面呢 是黑旗可以说是盛世在握了 然后白旗呢打入进来寻求战机 黑旗的小肩可能没有很简明 就是决一在这个局部给的最佳推荐是上面飞一个 然后呢白旗 白旗简单冲两下 黑旗就简单的度过 这样呢可以确保就是确保安稳 这样白旗的胜率跟刚才的浮动也不是很大 就是在1.3左右 白旗才有1.3啊 是啊 对 这个地方他得 这个好旗 这个不好旗 这个飞太好了 这个地方让白旗全都连回来 我看都搬到这儿了 这样的话白旗才1.3 这个地方呢你要这么来盘的 这个地方呢不是 嗯 你去吃它 而是你只要稳住正脚就可以了 这个前面高旗 成衣这个地方有个这个有个飞 哦 小飞 然后他就压过来 这个下的非常好 他压过来 如果走这个的话他就飞这个 嗯 人工智能在这方面 我觉得确实给大家带来的是 赏心悦目的感觉啊 就是看上去好像是你 其实我就只是自己脸上而已 对 但是我看着这个白旗好像下着也挺舒服的呀 就这个 他是不是这边还先走一个 这边走不走没关系了 我只要这连上你这旗就赢不了了 他的意思是 哦 我还以为白旗这一串下的很舒服呢 从打入到这个全都连回来了 对 这一间但是被冲着旗 嗯 就稍稍的有点复杂了吧 嗯 但是从这个来看也问题不太大 好 然后咱们搬一个挤一下 嗯 虎一个 好 这也搬一下 嗯 搬出来 白旗搬 然后沾上 它再沾上 好 现在怎么处理这个 嗯 同样是个问题 这地方 现在这个地方 我怎么觉得黑旗 把自己给吓中了 黑旗有可能也甩了弃子 哦 这时候黑旗要弃了 黑旗弃子也还可以啊 找换是吧 让它拐出来 黑旗走完之后 这不是脚下 你这个右下脚 不是还留着我一个 将近二十目的 超大的关子吗 这个 是 但白旗这一打入 嗯 然后把黑旗吃了 那白旗这个战役很成功啊 要想开 黑旗这地方一定要想开 二 黑旗这时候 会不会飞一个 嗯 不清楚啊 飞一个看看白旗怎么吃 或者就是单小间一个 好是有点不甘心 这个班 这个班 十 不知道 什么情况 白旗不能挤吃吗 白旗如果打吃了一拐 那 其实就更复杂了 现在白旗希望的就是复杂 越复杂 越复杂越好 对 刚才黑旗飞一个被白旗 现在白旗打吃 打吃完这个之后 黑旗肯定是沾上了 嗯 然后白旗就拐出来 这黑旗要干什么呢 吃 有可能这个 后手死是吗 您说它这个联班 你说哪个后手死 您说黑旗的联班 您不是想打吃了 买起来吗 不不不 没说死 没说死 就是说比较复杂 死还不至于 如果他这个棋要真的 这连班是个后手死的话 那这棋又有意思了 可能这个胜率又不太一样 嗯 那我们先看看彭丽瑶这边 对 看看小米这个地方要 这手棋要下哪 他现在 现在这个脚上随时有个吃啊 你这个地方还挺薄 所以 他只能拐出来吧 我觉得 拐出来 就闭着眼睛先拐出来再说 那这个地方 黑旗就不能气了呀 刚才能气 现在您又花了一手棋 嗯 您也不好意思气了吧 黑旗我就打湿啊 二十一 我就打湿你上面 你看你敢不敢跑啊 我也不一定要跑啊 您提了不是也是个假眼的 是 也有点乱 打吃完这个 他肯定是沾上了 对 打吃这个我是要沾上 你打吃这个我可能 嗯 打吃这个我可能得在中间 这个彭丽瑶的 其中已经全用完了 是吗 保留时间都没有了 三十秒一次 哦 对他也是个考验啊 尤其是这个时候 他的心理是比较摇摆的 嗯 我是手 还是就跟你继续杀 是不是 对 陈寅你作为起手 当年你看这个手势上面 有那么一点慌乱 是啊 其实最怕的就是 我手也赢 我攻我也赢 对 那我到底应该选择哪种 这个就是挺 选择哪个也就算了 关键是你一会儿想到 哎呀我要不就手了吧 对 又把手了手发现不够了 又攻出去了 对 确实容易啊 这个在犹豫中 两边摇摆 可能你这棋就输出去了 如果你只有一条路 你只有把它活出来 或者你只有把它吃了 这样的话就 对 这容易了就 嗯 现在这个棋确实给彭丽摇 那选择是很多的 它 可以随时 现在不行了啊 现在这棋 那不是 那全死掉就不一定了 这棋 是啊 你这个在里边割了一首棋 那小尖 小尖这个 小尖这个里面有什么吗 这个 白棋如果挡下来 我在 没有可能 不能都这样 他一爬不行 他只能挡住 小米这棋 如果他一爬他挡住 你粘上 粘上他一弯 什么情况 二 三 是机会来了吗 他也只能团 总想把你刚才这个 翻盘这两个字 再说一遍 是啊 这个棋他挡住 挡住的话 黑棋是不能虎的 虎一个他一路有个斑 他就直接过了 所以他只能粘上 粘上背一弯 我是真没看出来 他现在直接可以弯 哦 直接弯 我是能断吗 直接弯 他不能爬吗 不能长吗 十 您尝 您尝 您尝我挤过呢 挤过我断了 你把这四个全给我吃 是这样吗 二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对啊 他尝一个 他前面为什么不挡住呢 这棋真的是 难道就是跟陈英说的 那样要全吃吗 这个没有啊 他挤一个断一个 把这四个子送掉 对啊 这不是定数吗 然后全杀 难度有点大呀 这些 确实难度很大 十 但目前来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 是啊 他现在好像一 哎 沾上 团呢 沾上 团呢 他一团他可以立下去 十 一二三四五 一二四五 哇 哦 这棋 蓬莉啊 是不是真的有误算呢 这棋 三十秒一步 对他来说太坚了 对啊 又该 现在又该这个 所以说我们说冲动是魔鬼 对 该起就得起 是 当然现在我们还没有到说这话的时候 确实前车之鉴 小米已经犯了同样的错误 看这个样子 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这个局部大概有一个眉目啊 这些时间的关系 对 这一往下一立 那如果这死的太干净也不行吧 这些 我们回头还有一次机会再看一下人工智能的这个胜利问题 对 我们能不能再稍微等那么一下子啊 一两步起 看看蓬莉瑶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办 一二 这个替他想折也想不出来我 四 五 六 他难道不沾上吗 他这出头也出不去 我拐一个 拐一下我肯定挡住我不会让你长气啊 他要跳一个 他要往这跳 他得他得开始 想别的办法了 这个拐一个如果被吃掉就亏了 这是谁在摇头 现在下起摇头了那个人 不一定形势不好 不一定不好 对对对 到底拐这边还是拐那边 拐那边的话 先拐住再说 哦 肯定对对 先拐住再说了 这个棋 黑棋实在不行的话呢 他如果能把他冲出来 把那地方冲的地方冲出来 下边先手吃掉 目前看来似乎是 比较合理的一个结果了 现在蓬莉瑶内心很久 他如果一拼万一被人全吃掉 什么都没捞着 可能就 是啊 陈寅刚才说的这个翻盘这个问题 就实现了 是啊 那真的是他这个 从第一开始 这个斑 白棋如果断掉 黑棋就 10 黑棋我也没看出他有什么 黑棋就冲出来 10 再斑 咱们这个战斗啊 还可以再看一看 我估计 这战斗出来结果了 基本上来讲 这也就是 反正我现在看 最后一个战役了 陈寅 我觉得这个棋 黑棋很危险 那不管怎么样 走到这个份上来 也就只能这样了 是啊 这种斑 这个肯定是 肯定是有点 有点乱了 我觉得 这个斑肯定乱了 这个 就是完全不搭界了 这棋 对 这不是跟刚才小米这贴一样吗 贴什么 是吧 这个脱离主战场 战斗的时候 怎么是突然间 蛮下别的地方去了 他 他在看你能不能挡住 这棋 他找不到 想不出车来了 这棋 30秒一步 确实对起来说很煎熬 小米是还要保留时间的是吧 小米或许有那么一点吧 还有 这个棋 小米 我们再看白棋这个地方 白棋这个地方 印完之后 我们看看人工智能的 给当前局势的一个判断吧 好 看看 小米 看来 显然还有时间 他能够稳下来想一想 这个时候他稳下来的意思就是 这棋就不一定了 这时候 之前他就看 彭利尔下一步 他马上就下一步 时间都不给你 现在他 这时候一慢下来 对彭利尔来说 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是 就证明他有机会 证明他有机会了 他可以判断一下形式了 这棋 对 现在这棋他再看要不要挡住 最狠的就是挡住 挡住 他说老实话 他也没看出来 黑棋到底是要干什么 看来小米的保留时间还不少 对啊 他可以一直都在用保留时间 还在用 就是我们想看这首棋 他迟迟不让我们看 这个 对啊 打吃 打吃 好的 那这个棋基本上 就是上面就全部没有了 嗯 黑棋这边能不能走出点东西来 嗯 要不然咱们先让人工智能 好的好的 就这样吧 对 这个当前的这个形式是不是真的逆转了 小米有没有搬回来 咱们求助一下人工智能 好 好的 我们现在看到当前的局面是 可以说黑棋在上面这个战役当中损失惨重 嗯 然后呢 嗯 到现在为止呢 就是黑棋唯一的出路是把上面的全部弃掉 嗯 然后中间可以吃住白棋的七个子 这样的话呢 嗯 白棋胜率有六十四点五 啊 这就是说已经翻盘了 是啊 已经六十四了 这一切就因为这个例 对啊 被翻盘了 你说的太对了 是 我发现你才是人工智能 哈哈哈哈 可以预言 啊 这个你说的太准了我觉得 哎呀天哪 这棋实在是 嗯 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太戏剧性了啊 对啊 所以这就是快棋没办法 嗯 本来呢一会觉得 哎这个好像黑棋行事不错 一会白棋行事不错 我觉得他们俩这棋真的是交替着 在转换 都是因为冲动我觉得 嗯 快棋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冲动 啊 对 那么现在我看这家驾驶啊 它连这个刚才的几个子都不一定能吃得掉 是啊 这个该棋就得棋啊 这白棋 咱们这个时间呢可能也差不多了啊 是 我估计 就再往再往下看 可能是看不了太多了 对 介绍不了结果了 结果应该出不来 他们肯定还得潜下来这棋 嗯 这个本来以为黑棋简单收一收收兵就可以了 嗯 但是白棋不会给你收收兵的这种 现在这棋 白棋就是我中间就不给你吃了 对啊 如果我是这样的话 这棋黑棋有可能就 就要完了我觉得 对如果 刚才我们摆的变化图是中间这几个子被黑棋吃掉了 如果白棋这个又顺利逃亡了 你上面也没有什么棋的话 那这个就胜负已定了 胜负已定 啊 就是白棋剩下来就不能再冲动了啊 没有冲动的机会了呀 对啊 黑棋还要为上面那块 我这边还有一块空的 这个 你看这个 他得哪个 加一个 怎么改加一个了 行我以为是打吃呢 可是您刚才肯定是已经七八九 然后他加的 肯定是 这虽然没听到声音 但是我觉得猜也是这样 哎呀这棋太细续 就彭丽瑶现在很伤心我觉得 这盘棋是一个大心脏啊 反转的真是快啊 这棋如果啊 这一盘棋决定 谁是冠亚军的话 那这个教练在边上看的 心脏病能看出来 嗯 不过三四名的决赛 教练也同样 这个心里上 还比较自然吧 我觉得 没有也很受煎熬的 因为毕竟他三番嘛 这还不是最后一盘 对对对 还第一场 是 还早还早 而且这只是这个队的一盘棋 另外三盘棋的结果 咱们不知道 嗯 看来啊咱们这盘棋 真的是肯定介绍不完了 不过大家也没关系 可以稍后呢看我们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 体育新闻 会由我们 维甲联赛的赛况 嗯 嗯 这个棋 哎呀 怎么 2 对咱们 4 我觉得对黑棋 还是要表示点遗憾的 他之前这个 在这个局部下的非常漂亮 嗯 这个你前面说年纪大的计算不好 其实并不是啊 人家计算很好 但是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 对 这个地方 他 就是我们说了心态的问题 他觉得自己优势 又可以守又可以攻 到底是怎么来 一下子没把握好 嗯 嗯 感觉上有点冲动 嗯 我们还是推荐人工智能 刚才给我们推荐这个飞 飞 稳住正脚这棋 黑棋稳稳的拿下应该是 嗯 这个 翻盘 不在于这一手 在于这一手 是 就是这一手出来之后 他彻底就乱了 这棋 对啊 如果是让你回头想想的话 你肯定也不会下这一手了 肯定也就是震一个 那他哪知道最后下成的这个结果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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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盘棋呢 我们已经这个 现在呢 虽然没结束 咱们可以给他判断为这个 敏玉婷 好 应该是最终获胜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这盘棋呢 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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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颜